那么除了国务卿候选人蒂勒森的听证会之外 后任的交通部长赵小兰的听证会也在星期三举行 而司法部长候选人塞森斯的听证会呢也进入了第二天 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的龚小夏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 小夏你好 我们还是首先从蒂勒森的听证会谈起 那么刚才其实一华也介绍了今天参议员对蒂勒森的质询 主要是集中在他跟俄罗斯的关系的问题上 那么刚才一华也大概介绍了一下蒂勒森回答的一些基本内容 那么从这些内容来看您能解读出什么 这里有几个先要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他的听者提名能不能过 他的提名需要参议院半数 现在外交委员会中有三位成员共和党成员对他表示怀疑 我们知道目前的参议院是48个就民主党共和党共和党52席多数 但是如果有三个人不同意的话 那还有两个没就任的话 就是那就会是49对这个49怎么办 如果蒂勒森这通不通得过 那么很有趣的是 就是说提名现在可以听证 但是投票要等他新总统就职以后 新总统一就职在参议院中投票 谁投下关键的一票 副总统 所以在目前这个情况 如果卢比奥还有另外麦凯恩和南卡的Lindsey Graham 他们三位对他表示怀疑的参议员 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 那就很可能是要由这个新的副总统来投下第一张票 就是这张票 我这就是59对50对49 勉强让他通过 非常有意思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民主制度的进程怎么走 那么至于今天这个听证会能看到 因为这个蒂勒森过去没有经历 谁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一个人 在外交政策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今天大家关注也是因为别人都有记录 别人都从过证 他是没从过证没记录 所以今天我是一直从早到晚在 除了川普的记者会之外 我都在看他 我看了他一整天 我发现他的很大一个特点 就是非常沉着也非常油滑 那么很多很多问题在回答的时候 他需要就是像刚才鲁比奥的问题 问他你会不会说他什么 他说我要了解更多情况 每问到一个关键问题 很重要的时候呢 比如说对中国你会有人权什么的怎么看 我要更多了解情况 所以这个我要更多了解情况 他因为他也是圈外人 他昨天晚上他才得到这个 就是看保密信息的许可 所以他完全没有时间看人和保密信息 这个成了他用来抵挡所有问题的借口 这是很老道的做法 也非常有意思 你会不会让很多的参议员对此表示不满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我们怎么能够信任你 一上来就担任国务卿这样重要的职位呢 他知道这个情况 但他不知道保密的信息 这是保密信息是你不给我 不是我不看 但是他也表现出 他对整个世界大局面 应该说有相当了解的 中间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就是说他说 别人问他 你怎么能管理这个国务院 国务院就是个大官僚机构 这么多人在上面 他说我在埃克森美孚 我有六万五千雇员 其中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是外国人 所以呢 我当时我怎么做呢 我就让他们都要去 就是去为埃克森美孚争取利益 我在国务院怎么做呢 我要让他们都为美国争取利益 这是底线 就这一条底线 这是很有意思 因为当时那个议员问的问题吧 很有挑战性 这个问题他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要去接掌一个国务院 你从来没工作过的地方 这里面的工作人员 很多人不仅不喜欢这个新总统 而且对他的政策是怀有敌意的 你怎么处理 所以他这个回答应该说相当好 从他今天在这场听证会上 所表现出来的个人风格来看 您预计未来他会是一个怎样的国务卿 非常强势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他这个人你看他整个回答问题 他很沉着 但是他每一个问题都很有主意 包括中东 包括南海 像台湾问题 那么当他说到台湾问题 明显他并不熟悉台湾问题 但是他说美国跟台湾之间是有约定的 那么我们言必性行必过 对于每一个问题 包括中东什么等等问题 他都是言必性行必过 尤其在俄罗斯问题上 我觉得他的反应确实比较老练 这也是这个大公司 我想这是见过大市面的人 那么问的他也是一些个人经历很有意思 能看出以后会怎么做 他说埃克森美孚在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有生意 那么应该是七八十个国家 不是大多数 多很多国家里 问他亲自去处理的 这个大的公司的案件有多少 他说大概十个左右的国家 他对十个左右的国家很熟悉 我们都知道熟悉一个国家不容易了 如果熟悉十个国家 那也是就是说有点本钱吧 咱们中国人就说起来 所以挺有意思的 有点底气 对 而且我们刚才也介绍了 这个除了蒂勒森的听证会之外 今天还有很多场听证会在同时举行 那明天还有听证会继续举行 那么这些听证会有哪些主要的看点 这一个是中国人很熟悉的赵小兰的听证会 我今天说实话我没有太多时间 我只看了一段和一些报道 赵小兰的听证会其中就是 他是全面的解释了 这个未来新总统川普要进行基础建设 怎么建设 他其中提到很重要一个要点 他说这个钱不仅仅是纳税人进门出的 我们有很多个 我们准备了很多个怎么花这个钱 怎么这个钱怎么募这个钱的方案 这个很值得注意 因为据我知道是川普作为私人企业家出身 他的计划中包含了大量的吸引外国投资 所以这个我们要看一看美国政府怎么样 另外一个很值得注意就是 昨天继续的司法部长塞森斯的听证会 在这个听证会今天出了什么事情 今天是另外一个参议员 这史无前例作证反对他 这个参议员是谁呢 是新泽西的黑人参议员Cory Booker 这个布克参议员很年轻 他是刚选上 他应该是就是第一次自己选上的 应该第一届 他原来认过两年就这样吧 他认为是民主党那个党内的新兴 以后是有可能竞选总统的 所以他今天自己亲自出面 这参议院从来没有这种事情 一个参议员出面作证 反对另外一个参议员 所以他说了很多 他说他要求他的参议院同事们 一起来反对这个塞森斯的任命 他是以黑人身份说的 他认为塞森斯 这有可能会对塞森斯的任命产生影响吗 我估计不会 因为目前来看 就是他这个出来作证 是一个表态 我想是他为他自己 未来的政治前途铺路 可是从目前我点了一下参议院的人头 那个恐怕会投票反对 反对这个塞森斯任命的 我看不到共和党 谁会投票反对他 所以如果共和党里没有人反对 民主党一致反对也没用 好的 谢谢小夏今天做客 和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